五月開始的這批疫情 正確的講法它是Alpha病毒 因為它根本不是Lelda病毒 所以很誠實的講 對Lelda病毒 我們還沒有真正的測試過 台灣的防疫系統到底行不行 這要先說明 第二點 關於疫苗這件事情 最近已經討論很多了 我看那個媒體 相當有計畫的在進行認知作戰 就是說 常常會把我不管在臉書上講的 寫的每一行字 一行一行拿出來討論 無非就是在 塑造說我們暢衰台灣 我們反對這個國產的生技產業 國家的台灣的生技產業等等 甚至這種訴諸民族主義 來打擊我們 我要講是這樣 第一 我們作為台灣人 我們當然是支持台灣的生技產業 我們很希望說台灣可以有自己的疫苗 但是我們不能接受的是 不管你什麼目的 你知道 為了隨行你的目的 你知道 你讓那個世界上 WHO 國際上已經可以認證的疫苗 故意拖延 不讓他進入台灣 甚至因為這樣 我們犧牲了700多條人命 這個是我無法接受的 然後 AZ疫苗你知道 甚至跟日本買都可以 BNT疫苗 如果政府真的要買 需要拖這麼久 大家都是明理的人 不會說看不懂政府在幹什麼 那麼 我們 凡是面對這種 記者的 提問 你知道 要嘛 陳時中不是用閃躲的 不然就是傲慢的回答 都回答說 你不想 如果你不想打 還有別人要打 這種非常傲慢的 這種執政傲慢的態度 這是我們不能接受的 更何況在台灣 你知道 就算是國產疫苗 也有兩支 一支高端一個是聯牙 我們也無法理解說 為什麼你對高端是 如此的偏愛 還有一支疫苗是聯牙 再來 在台灣要做臨床三期試驗 坦白講 在感染率很低的狀態下 這實驗不好做 這第一點 第二點 在世界上已經有7支以上 國際認真的疫苗 還要再拿另外一次來做 不管說好壞 我們常常在醫學上是這樣 只有當你講不出更好的方法 我們才會接受說 一個不得已的方法 所以我跟你講 不管基於醫學倫理學 或是科學 你知道 我們都無法認同 也不能理解 當今民進黨政府 到底在疫苗上面 在搞什麼鬼 這是我們無法接受的 我無法接受 我是一個醫生 你知道 我認為我也是 學術界的人士 你知道 所以我非常反對 你知道 民進黨政府每天在媒體 在這種帶風向 再講一遍 我們當然支持台灣的生技產業 我們當然希望台灣有自己的疫苗 但是我們不支持 把國民的生命拿去當賭注 甚至我就很清楚 你們是在阻擋 國際上認證的疫苗 進入台灣 不是這樣嗎 我很少這麼生氣的 講這種話 我跟你講 我非常反對 每天晚上 那些政論節目的認知作戰 我不接受